台湾金莲董事长施俊吉即将卸任 4号召开记者会 对于被离职显然很在意 他说直到现在没有人能说明 还有两年任期 为何董事长要换人 那我说苏志芬曾经妨碍过本标案 那到底是什么人有办法 能够做到这些事 原因是什么 我到今天也还没有听到一个理由 施俊吉表示 云林北港工业区原万有职场土地 有4.4万坪 2023年10月17号 台湾金莲标售 公告底价33.8亿 不过没有人投标 2024年7月12号再度标售 但只有一组人出价13.08亿 远低行情因此流标 施俊吉说他是党人财路 所以被赶走 我担心国家资产被贱卖了 我合理怀疑我党人财路 所以被赶走 这样好不好 北港工业区内万有职场土地 台湾金莲花了十几年整顿 但是苏志芬在选前召开地方协调会 说土地应该从假种工业区 变成乙种工业区 他认为这就是妨碍标案 这是国家的资产 我们不能够把它剑瘦掉 对此苏志芬脸书回呛 如果你知道人事任命的真相 一定会向我道歉 与其莫须有的影射 不如光明正大 才符合你的风格 施俊吉记者会结论 又一记回马腔 我已经跟财政部说过了 不要罗知我的罪名 三立新闻 廖宜德 沈明志 张玉坤 云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